Hello,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Dandy 请一谈聊聊,其实您该了解 每天给自己一段时间放空 学会重置大脑,活得更舒心有方向 我最近看到很多的艺人专访呢 他们不约而同都讲出个概念 就是他们工作真的都非常的忙,很累 每天的行程非常的多 回到家呢,他们都是会需要躺在沙发上看天花板 或是看那个流水声 那我也听过很多企业家 他们每天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时间 是给自己静下来去思考 或是打坐冥想 那我个人之前呢,有些工作很忙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那个精神很紧绷 就是可能要拍摄啊,或是专访啊 你就是前面的那个工作期间 你的肾上腺素会不断的分泌 所以你完全不会觉得累 你也不会觉得困或什么之类 就是充满的干净 但当你全部做完了这件事情呢 就是然后拍完照了,或采访完了 你就是觉得,我整个人就是松懈下来 这种可以好好的休息 你就是坐上计程车 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我整个人就是像是被掏空了一样 你就真的是全然的发呆 全然的放空 连拿起手机你都没有力气 就是想要坐在那边 就一动也不动的休息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种需要放空的现象 第一点就是重置你的大脑 就是你真的工作一整天之后呢 你就是需要一段时间全然的休息 而我所说的一段时间 不是说一两个小时 有时候就是你在呢,上厕所 或者你就在搭车 或者是你就是睡觉之前 你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我所谓的都不要做是连拿手机看影片啊 也不看书啊 然后也不跟别人对话聊天 就是全然的什么事都不做 发呆放空 就是刚刚说的看天花板 或是看远方 有些人也习惯会播那个YouTube上面的那个火炉 就是无限循环或是海浪 就是这种画面是会让你觉得很平静 你不用去思考 就是看了它发呆就好了 人就是需要一点这样的时间 因为现代人有些人真的是无时无刻 都只要有空档就会拿起手机 哪怕你在上厕所在大便 你也要滑手机 在等公车 哪怕你在等电梯 这几秒钟的时间 你也是手机拿起来滑 所以你根本大脑无法真的就是放空或是休息 因为你无时无刻都有资讯会进来 你不是在看影片 不然就是在收发信件 或者是在看一些新闻 所以你无法真的让自己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坐下 去思考说你线下的人生是否有需要调整或改进的地方 不然的话你真的会每天就是一直忙碌 永远都有下一件事在等着你去做 永远都有下一个脑花手机 下一个影片 下一个图片 下一个文字在等你去阅读 它就会长期占据你的大脑 无暇思考 但我说重置你的大脑就像是关机一样 电脑也需要关机 手机也需要关机 全然的什么资讯都不看不听 然后也不说 就是静下心来 你可以连想都不要想 就是纯然的发呆 或者是稍微去思考一下 我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去执行的 或是我长远的规划 是否我现在走在一个正道上面 还是我已经就偏离我原本的梦想 甚至关于就是人际关系上面 有哪边需要再去联系的 哪边需要再去和解的 这些东西都是要有点时间坐下 好好的放空 思考去回想的 而这有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每天给自己一段时间放空 学会重置大脑 活得更舒心 有方向 这是二 无日三行无神 这一点呢 以前读书的时候 老师就会告诉你这件事情 但实际上能够做到的人少之又少 所以很多西方那边有类似的概念 他们会叫你写那种感恩日记 或者写下说你今天遇到值得觉得感谢的人事物 那你每天闲就觉得 那我发喜充满 就觉得我每天都获得很多的帮助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我是很幸福的人 那你这样长期的累积 每天执行下去的话 你就会从中去发现说 我其实是一个蛮幸运的人 大家都对我蛮好的 我每天都有很多好事发生 但同时你也可以把它拿来说 自我的反思 我今天是否在人际关系上面 应对进退 有没有哪些需要改进的 或者是我工作上面 是不是有哪边 还需要可以去加强的 或是我现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面 有哪边我觉得有遗憾 或是哪边我可以再继续的去 努力的耕耘 反正学才艺也好 或者培养运动啊 阅读的事好 而这种所谓的无日三行无神 主要是让你在每一天 你知道你总是会跟别人 有一些互动往来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 你的SOP 有哪边可以做调整 就是让你自己有个时间段 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去思考说 我哪边可以改进 而这点我觉得是蛮重要 如果你每天 就是一回家 就是贪卵 然后开始大滑手机 大追剧 然后放松 耍费喝酒 当然也是可以这样过日子 但是你就会少了去 我思考一下 哪边可以去努力修整 或改进 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让我变成更好的人 而这第二点 现在第三点关于说 每天给自己端时间去放空 学会重置大脑 就是三 调整方向不瞎忙 我相信每个人 或多或少都有自己 想追逐的梦想或理想 所以你可能大方向 或者我希望我在几岁的时候 可以结婚生子 我在几岁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 做到什么样的位置 或是博得什么头衔 或是我想转职 换跑道 或是有些人是想要创业 但这个大方向 你可能早就已经拟定了 你在每比很年轻的时候 就是下定决心说 我三十几岁 我四十几岁的时候 要结婚 要生小孩 或是我几岁的时候 希望可以进某间大公司 或是拿到主管的头衔 但这些方向呢 可能是你很久之前设定的 但问题来了 你知道这个时局的变化 人生就是有很多的意外 跟中间 你知道整个产业 也会不断的变轻 也会有很大的巨变 这些东西 你就得要随时的 有意识的去思考一下 说我当初这个梦想跟理想 它现在还可行吗 它是否可以做点调整 或者是我现在规划的 我几岁想要结婚生子 但我现在已经几岁了 那去反推 我现在是否应开始 做一点什么样的努力 然后就去滑架软体也好 或去约会也好 或是要拨一点时间 开始注意我的健康 我要饮食上面有饮控 或是在健身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时间 去思考这些事情 你绝对不会开始去做 甚至你会傻傻的 一直追逐一个 你很久之前设立的目标 但是可能maybe以前 举例来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一直觉得我想做 时尚杂志的编辑 那个maybe就是那世纪 20年前那个时候设立的目标 后来我的确也达成了 但问题来 如果现在跟以前一样 抱持那个 我就想要做那个杂志的编辑 现在就会变得 有点不切实际 因为现在这个整个大环境 都已经是数位化 纸本虽然还存在 但是已经黄金交叉 就是大多数人对于纸本 已经没有这么的重视 那它也是算是有点 边缘化跟西洋产业 大家等于是附加的 不会是主力的 那这个状况之下 你还是傻傻的去追逐一个 你以前设立的目标 也是可以 只是说很可惜 因为你知道 你还是要配合当下的 时空背景啊 大环境做一点调整 那比方说我知道说 诶 纸本现在已经开始没落 但是我还是很想做 这个方面的工作 那我会换成数位的 就是线上杂志 或是做线上的媒体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思考说 你现在做的事情 是否还在正确的道路上面 或是 我现在是不是变得有点 那路上有点崎岖 我是不是绕了弯路 你就一路的走错去了 或是一路的失去了 那个最佳的路场 实际点 那就蛮可惜的 所以随时调整方向 不瞎忙也是很关键的 现在第四点关键说 每天给自己一段时间放空 学会重置大脑 活得更舒心 有方向 就是四 给自己一点me time 是需要也是必要 就是很多人 可能工作一忙起来 加上可能他现在是有 伴侣的状况 或是已经结婚生子了 他就是一回家 就把所有的时间 奉献给自己的家庭 或是可能就是 跟自己的朋友hand out 跟自己的另一半约会 他没有自己的me time 所谓的me time就是 全然放空 全然只有 自己可以去享受 自己的时间 而不掺杂其他人 进去你的这个 那时间跟空间里面 就是很多人 可能回到家里面 也是需要点me time 所以你会看到 很多男生 可能回家之前 他会自己在车上里面发呆 或是讲事情 这就是所谓的me time 或是女生其实也需要 他可能 maybe结婚 他需要小孩的 然后被小孩子给 整个绑住他整天的时间 他有时候就会躲去厕所 里面上厕所 或是洗澡的时候 去好好的享受一下 泡个澡 那也是他的me time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即便是单身 你也是需要me time 他才可以让你有时间 去好好的思考 你线下的人生 跟你的 现在所处的生活 是否是你想要的 那这一点是蛮重要的 好啦 今天就是一简单的 四点来聊聊关于说 每天给自己一段时间放空 学会重置大脑 活得更舒心 有方向 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面我要介绍一间 位于士林的新开的冰店 叫做品兴冰果市 士林旗舰店 这间店真的刚开没几天 它在士林的大北路上面 它是从台南发迹 近其北上插旗士林夜市 坚持水果限点限切 然后维持那种传统冰店的 经营策略 有那种切盘的水果果汁 还有一些什么 洋乐多饮料啊 挖冰啊 雪花冰 冬季的话 还有季节限定的冰品 那最近就推出了 是限定的草莓雪花冰 它上面的草莓 真的是没有客气 再给你超级多 我来点这个 它额外是可以加炼乳 我蛮推荐 大家可以点这个草莓雪花冰 另外再加一份炼乳 因为它其实本身 是不会要炼乳的 但我觉得加炼乳 好吃非常多 那另外它的招牌 是布丁系列的 那再次推荐给你这一款 叫做品兴冰果市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会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信中 都会发很多 有趣的即时新闻 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 才看得到 好啦 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次见哦